自行车步道 矗立在美丽的日月潭湖面上 优美景色被美国CNN评选为 全国十大最美的水上自行车道 但往旁边一看 湖面冒出一大坨的脏水 把日月潭染成不正常的乳白色 还票出阵阵恶臭 乳白色脏水和另一头轻车 潭水形成大对比 而且潭面出现废水和恶臭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当地居民怀疑排放废水的饭店 都是同一间 从今年二月份以来 陆续疑似都有排放废水的状况 还曾被县府环保局开罚27万元 这次随着疫情逐渐受到控制 日月潭旅游人潮变多 饭店疑似再次排出废水 我们也不排除是上一次就是 有一家饭店业者 他的废水处理异常 在派员前往了解 环保局不排除 市统一间饭店再度排放废水 饭店每天都有在做污水系统的 排水的检测 测量的结果都是正常的 所以我们不太清楚 这个现象是怎么造成的 我们再了解一下 饭店业者解释都有定期检查污水系统 检测结果是正常的 但为什么同一个位置又再度排出废水 饭店说会配合环保局调查 也会检视排水系统是不是出问题 华西游领生红年会周大响南投报道 哈喽大家好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世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